這部機本身會有紅光 如果有鼻敏感或流鼻態、流鼻水 鼻腔中的發炎都可以解決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May 香港鼻敏感的朋友的比例都很高 可能是因為香港的天氣或污染 甚至喜歡玩武功仔 大人、小孩都會有很多鼻敏感 起床時會打很多黑痴或腎鼻態 傳統來說 如果對小朋友或大人 鼻敏感很嚴重時 通常是吃藥 要麼會有充鼻水 但小朋友很抗拒 之前有很多朋友都已經吃物理光療 不需要用藥物或外在創傷性的東西 將光照致鼻腔 已經有效令鼻血液循環和鼻光 再加上會降低鹽症 這些通常以前會在醫院級製造 這部機很大 又要定期製造 但現在已經小到這樣 而最新的ComfortBot更誇張 因為它做了很多東西調節 令到配戴上舒服很多 這部機本身會有紅光 這個紅色的光是650nm加減20的波長 這個波長很有效 讓我們做家居護理 醫院的儀器同等 只需要打開電流 三分鐘內就會自己關機 現在的弧度 剛剛跟我們的嘴很吻合 所以戴上是舒服了 另外這兩個放光的位置 是剛剛夾了鼻腔中間 不通而且很緊 我說改良了的原因 因為它是固定了很多 所以我現在在這裡走一走 無阻我又說話 而且呼吸的位置 我仍然很暢順 看看它的光 看到光的去到哪裏呢 雖然那個管是插到這裏 但光是去到眼窩位 你知眼耳鼻後是通的 照到的時候 其實這個650波長 是可以令到我們的血管擴張一點 血管擴張一點 就等於我們的血液循環 而且可以走得好一點 走得好一點就沒有那麼堵塞 效果其實很多朋友用過 這些類型的物理光療 覺得舒緩很多 如果有鼻敏感 或是經常流鼻態流鼻水 鼻腔中的發炎都可以解決 這是一個照光的效果 例如小朋友也會有流鼻血的情況 都可以用 其實幫我們通回耳鼻喉中間的鼻腔的位置 有朋友也跟我分享過 昨晚睡覺也好 因為其實在睡間時 你扯鼻行或是鼻塞 都是令到你睡得不好 這個瘡除了可以充電之外 充電後便可以充電 而且可以自動消毒 用UV消毒 這個光的位置就是UV消毒的位置 當我們用完後 三分鐘便自己關機 便可以將它放進去 充電瘡 一蓋起來會做UV消毒 清潔也很簡單 每次用完都可以用紙巾擦一擦 有這麼多兩個這個套 因為這個本身是兩個管 這個管是可以這樣拔出來 有這個光是從這裡出來的 這樣替換 是非常之安全無害的方法 幫助我們疏通鼻肝的炎症 令到血液循環很多 所以很推薦 尤其是小朋友 小朋友其實很多時候很敏感 鼻肝有少少毛 或者是家裡有養貓養狗 都會有敏感的情況 可能會發生 只是第一次 這種情況之下 便可以試一試鼻肝的光瞭肌了 大家可以看嘴巴